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这个加价限制的方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稍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入春之后天气变化比较大 我是医院的儿科门诊 就诊人数大量增加 近一半都是感冒的患者 两名女子在婚恋网站上交友 所谓的男朋友这面都还没见着 钱被骗走了不少 他们为什么会被骗呢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们再来看 一名男子冲动打赏他人 不仅赔偿了对方六万多元 还将面临着法律的惩处 稍后我们来说一说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 对经常乘坐网约车的市民来说 高峰期加价的情况并不陌生 在今年春节期间 早晚高峰甚至是平峰期 轿车都要加价 低的时候有时候是1.2倍 高的甚至达到了2倍 昨天滴滴出行方面宣布 将控制滴滴平台的 加价倍数 加价定额 那么这个新的加价限制方案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来关注 家住松岳里的何女士 平常前往四名南路上班 经常会选择网约车 如果乘坐滴滴快车不议价的话 需要花费30元左右的费用 在春节前后一段时间 加价的情况尤为常见 遇到议价一倍时 何女士则要付60元的车费 这比正常快车价多付了30元 如果要前往路程更远的岛外 加价的费用还要更高 有时候高峰期也会成 如果说很急的话 我还是会打的啦 因为很急的话 那如果说没有很急的话 就看一下啦 据了解从昨天开始 滴滴平台对加价倍数 加价定额实行了双重封顶机制 其中快车动态调价封顶 不超过29元 同时溢价不能超0.5倍 专车动态调价封顶 不超过59元 并且溢价同样不能超过0.5倍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打快车的车费为20元 此前遇到高峰期 溢价一倍的加价就要付40元 但如果执行加价不能超过29元 且溢价不能超0.5倍的规定之后 车费将控制在30元 滴滴出行方面介绍说 此次调控对加价与溢价 两个封顶的约束将同时起作用 快车遇到动态调价 如果车费本身是100元 溢价倍数最高不超过0.5倍 也就是50元 但由于同时设置了金额的封顶 因此最高加价不超过29元 不过不少乘客和滴滴快车司机反应 在厦门岛内打车的距离 一般都在10公里以内 大部分人的快车车费 都在10元到30元之间 所以29元的滴滴快车 加价封顶标准 对快车费用 普遍在50元以内的厦门来说 作用不是很大 我觉得不是很大 如果说那很长途的话 那种可能会有点影响 但是如果说正常的话 就是这样子岛内跟岛内之间距离 不会超过29 我觉得差不多不会超过29 我相对来说会觉得还好吧 因为如果高峰期的时候 是确实这个还可以 但是如果相对于平常来说 有时候附近车少的话 也要加价就觉得不太好 我们时期是没影响了 怎么说 你29块一 反正在时期 它都不会超过15块钱的 像你这边到市政府才9块钱 如果到北站同安或者这样子 北站那我们就有影响了 记者咸云黄超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那么根据规定 在大桥上或者在隧道当中 是禁止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通行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就在昨天下午 有人却骑着一辆共享单车 进入到了大平山隧道里面 幸好被巡逻的交警及时发现了 交警将汽车人安全 护送出了隧道 并对他开出了罚单 昨天下午4点多 交警桥隧大队海桑大桥中队交警 在海桑大桥信到巡逻时 发现在大平山隧道内 有一个小黄点正在缓慢移动 靠近一看原来是一名男子 骑着小黄车在隧道内行驶 交警当即使用警用摩托车 将骑车男子护送出隧道 在海桑大桥收费广场 骑车人谭某告诉交警 当时他是要从海桑生活区去新阳 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公交车 他看到路边停放着一辆小黄车 就骑了上去 虽然骑行中 他也看到了隧道口树里的 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标志 但为了图方便 他还是继续前行 根据相关规定 交警对谭某驾驶非机动车 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的违法行为 开具了一张20元的罚单 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那个桥不能走 隧道也不能走 现在共享单车 成了不少人出行的交通工具 但有些骑行者缺乏相关交通安全意识 交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在使用共享单车时 请按规定行驶 不得驶入进行区域 特别是进出岛的四乔一岁 每个上桥的闸道口 我们都会设有这个标志标识 什么样的车辆能通行 什么样的车辆禁止通行 或者是行人 或者是飞机动车 摩托车的话 我们都有标志标识 所以说只要是在进入闸道的时候 稍微注意观察一下 都会看到这些标志标识 记者咸云洋人杰报道 好的 我们再来看 因为一块养虾池的承包经营权 小安区新电镇旅塘社区 9名涉案党员被追究党纪责任 而当时这个社区的党总职副书记 也是主持工作的董承辉 因为旅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利 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近日小安区新电镇 以此案为鉴 召集了党政领导 41个社区的党总职书记等 进行了集体连政谈话 我们来看 2014年7月 旅塘社区两委会决定 将一块约350亩的虾池 以招投标的形式 进行对外发包 改做其他用途 当时 东石物流公司 以食材物流项目参与招投标 而另一家公司 则以生态景观项目参与招投标 旅塘社区两委会 决定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由居民代表投票确定中标公司 通过时任社区党总职部委员的红模 向34名 居民代表行费 每人1万元 7月16日 该社区干部 在街道有关竞争单位 向居民代表行费的电话举报情况下 仍继续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投票表决 确定中标单位 当天 东石公司以31票 取得该项目的承包经营权 该物流公司中标后 为了尽快开展 虾持退养 后续基建等工作 于同年8月 送给时任社区局委会的刘某队 党总支部委员刘某腾 胡某伟 胡某明 每人5万元 另外 该公司还送给董承辉 和时任党总支部委员的胡某 各2万元 以取得他们对相关工作的支持 案发前 两人各自将收到的2万元都退还了 该案导致社区9名涉案党员 被追究党纪责任 三名社区干部因情节轻微 被司法机关不予起诉 而时任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并主持工作的董承辉 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那么这是一起典型的基层 村基干部的腐败案 董承辉作为社区党总支的 第一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 互有社区支部队友建设的 和教育管理 监督社区党员的责任 属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 当时他们存在这种老好人的思想 在整个案件的发生的期间 也没有像上级组织报告 有关部门启动调查后 仍没有对有关人员进行整改 而是放任不管 损害了党的形象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新电阵党委表示 要通过对吕唐社区党员干部 维建案件的一案双查 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积极落实责任 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 落实到最基层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再来看 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眼下正是春耕的时节 这几天的春雨让菜农们 非常的开心 不少菜农都在这几天 忙着播种新一季的农作物 那么田间地头 到处都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上午在同安城东万亩蔬菜基地 不少菜农正在地里忙碌着 菜农苏大姐正在自家的田地里 忙着翻地 她说这几天连续下了几场春雨 雨量都不大 刚好适合耕种 前天她刚把地里的白萝卜收了 这两天她要趁着雨后土地湿润 赶紧播种新一季的地瓜 这农时是一刻都不能耽误 这几天是可以 下雨一点就是种地瓜不用浇水 有下雨就会好一点 地瓜是大概种多久 地瓜种了差不多90天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 这几场春雨还真帮了菜农们 节省了不少油钱 一些菜农说 如果没下雨 一般每隔三四天 他们就要抽水浇一遍地 平均一亩地 单单耗费的油钱就要十多元 现在土地湿润 帮他们省去了不少抽水灌溉的成本 如果想要浇一亩地 差不多要十块钱 油钱 以前春庚就是要下雨 才能够种水豆 这个季节 如果要种是种花生大豆 最近这个天气是很好 雨又不会很大 现在下去就是 大概要下泱了 要剥种子 准备种什么呀 夏天就稻子花生 这天气好 蔬菜的产量自然也高 一些菜农说 最近蔬菜不仅长得快 卖向还好 现在他们这里种植最多的 就是花菜 大头菜白萝卜 其中白萝卜的亩产能达到上万斤 不过产量高了 价格也随着下降 现在从地里批发出去的蔬菜 价格相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今天都是车路都四五毛 那个去年这个时候呢 去年这个时候就是七八毛 今天价格到买个菜都便宜啊 萝卜 大的一万斤啊 小的五六千斤啊 如果要卖五六毛钱呢 就是要六十天 五十多天买 如果要卖两三毛呢 就是要八十天 它一亩能一万斤 记者公家杨仁杰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我是对天气变化比较频繁 昼夜温差也比较大 那么受此影响 前往医院就诊的 零到六岁的小患者的数量 明显地增加了 记者从我是部分医院了解到 进入到三月份之后 前来医院门诊就诊的近一半 都是出现各种鼻塞 发烧等症状的感冒患者 上午在市儿童医院二楼的 门诊后诊大厅 不少家长带着生病的小患者 前来就诊 记者从医院方面了解到 近一周以来 门诊的接诊量出现了小高峰 其中感冒患者 占到了患者总数的近一半 我们最近的门诊量 就是很明显地就增加起来 比前阶段增加将近有20%左右 这些小孩主要表现 还是一个发烧 然后流鼻涕 还有一些孩子表现 手脚痠痛 头痛 头阴 精神不好 在厦门中医院 儿科门诊外的后诊区 同样也坐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 医生介绍说 近段时间增加的患者中 除了普通感冒流感的患者外 过敏性咳嗽的患者 也逐渐多了起来 春天的话 一些细菌 粉尘 满虫 滋生比较多 小孩子如果过敏体质了 他就很容易引起 他的BCIDVT咳嗽 根据疾控部门的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 近期 我是甲型H3N2流感病毒较为流行 而甲型H1N1流感病毒数量 也逐渐增加 市金控中心近日也发布了 新一期健康预报提醒市民 进入三月份后 我是流感患者数量 开始明显增加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我是都将处于一个流感高发季节 市民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家长 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 记者消息 王亥阳报道 好的 下一节您将看到 民警入户走访 出租屋里发现了洗洁精 质甲坐访 好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 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 特区新闻广场 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 市容考评人员 在本月的走访中发现 正在进行提升改造的云顶南路 沿线仍有多处不协调因素 有待改观 今天的市容询报 关注一下 云顶南路北起连前东路 穿越云顶隧道后连接环导路 既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 也是厦门的门面之一 因此公路部门在近期 对沿线实施了提升改造 目前提升改造仍在进行中 不过沿途挤出碍眼的不和谐 却没有被触及 云顶隧道北侧 出入口前的这一喷水池 有虚设的嫌疑 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过了隧道在国家会计学院 和海悦山庄交界处的围墙外 这一荒废的公交场站 至今无人管理 有多辆僵尸车停放 地面及绿化带滞留大量废弃物 与之相邻的黄座范围内的普右寺 有违章大概的现象 大概不仅开口在绿化带内 也有向绿化带倾倒垃圾 和排放废水的问题 对面花卉城临绿化带后侧 长达数十米的临时搭盖 至今没有拆除 站在云顶南路上清晰可见 上述种种乱象 与即将完成的云顶南路的改造效果 完全难以融合 考民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及相关管理单位的重视 同步解决问题 共同推进云顶南路的 全面提升效果 记者刘华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这两起案件的两名受害人 有着相同的经历 他们都在同一家婚恋网站上 认识了所谓的男朋友 想着可以携手共度一生呢 但最后连面都没见上 钱却被骗光了 他们究竟是怎么被骗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2016年杨女士加入了一个婚恋网站 年底她在该网站上 认识了一名事业有成的境外男子 陈某 对方自称是一家投资公司的高管 月收入五六万元人民币 虽然两人没有见过面 但是这位阳光帅气的男子 一番嘘寒问暖后 让杨女士很快坠入了爱河 当陈某提出可以帮她理财时 杨女士没有怀疑 第一次就给她汇去了八十四万元 她以有一个投资项目 有高额的回报 来诱使杨女士进行投资 杨女士信仰为真 总共前前后后 从16年11月份到1月份 总共打了200多万的人民币给对方 为了凑足这笔钱 杨女士甚至借了高利贷 可是到了1月中旬 也就是陈某承诺 可以连本带利一起收回钱款的日子 她却人间蒸发了 杨女士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被骗了 立即报警 接近后 狐狸警方立即展开侦查 通过追踪资金流向 民警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3月3号 狐狸警方在济南一家酒店内 将四名涉案嫌疑人抓获 当场缴获100多张银行卡 十部手机等作案工具 警察四名嫌疑人都来自山东 他们受雇于境外的诈骗团伙 专门负责提供银行卡和取款 无独有偶 杨女士也是在同一个婚恋网站 认识了境外的一家 六合彩公司的高管李某 两人产生感情后 李某就开始对杨女士设下骗局 她说可以提供那个六合彩特码 那这种特码是包重的 可以注册 提供20万的入会费 那到时候可以提供 40百80万的奖金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受害人就给她 转过去20万 阮女士没有等来巨额的奖金 却接到所谓六合彩公司 财务人员的电话 对方称需要阮女士 再转账104万元 才能解冻这笔奖金 阮女士这次发现 自己受骗上当 狐狸警方接警后 经过研判发现这笔20万元钱款 分别是在我市和漳州被人取走 经过大量工作 警方锁定嫌疑人藏医在漳州 在V1号和2号 狐狸警方在漳州先后抓获了 两名负责帮上加取款的嫌疑人 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 都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玉伯飞 段志伟 通讯员李方军报道 我们看到 这个虚情假意 竟然也会让人蒙了眼睛 迷了心智 希望这样的诈骗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 昨天晚上的八点多 店前派出所的民警 在辖区日常走访的过程当中 在马隆路的一个出租屋内 有一个涉嫌生产销售 假冒洗洁精的窝点被发现了 我们去看一看 昨晚记者赶到马隆路的这栋民房时 民警仍在现场进行勘查 在这栋民房一楼的一间 大约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内 摆放着化学原料 电子秤 和一些残留着化学品的容器 一旁一个近一米高的水桶里 装着满满的液体物质 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近50个 标有劳工牌洗洁精的空桶 现场制甲人员介绍说 桶内的液体就是已经制作好 但还没有进行包装的洗洁精 只是用这个桶而已 并不是说卖老公 您只用他的桶 对 那这个桶您是怎么弄 从哪里弄 店里回收的 是从哪些店里回收的 快餐店 这些东西您从哪学到的方法 网上都可以学啊 这名制甲人员说 他姓刘 两年前他从三名老家来到厦门 做一次性餐厨用品的配送工作 今年过完年后 他就自己开始生产洗洁精销售 一般20公斤一桶的洗洁精 售价20元 主要销售给一些小型快餐店 截至目前他已经卖出了近40桶 而市面上正品劳工牌 20公斤一桶的洗洁精 售价接近100元 在出租屋内 记者还发现了不少名片 名片上写着刘某的联系方式 以及经营的产品 刘某说 名片上的这家公司 是他自己编造的 今天凌晨0点多 民警先将制甲人员刘某 带回派出所调查 记者了解到 今天上午 店前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到现场进行处理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将刘某制作假冒产品的工具扣留 刘某的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目前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再来看 一名男子见到有人在村子附近的海边 淘携海瓜子儿 就上前去制止 看到对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名男子竟然对他是动手打了起来 当对方的两根肋竹都被打断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这名男子不仅赔偿对方六万多元 还面临着法律的惩处 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在吉美法院的法庭上 55岁的被告人张某站在被告席上 张某是吉美当地人 2015年7月28号傍晚7点多 张某看到有一群人在吉美大桥 靠吉美一侧的海边上 淘洗海瓜子 而且这群人还开着车来拉 车上已经装了不少洗好的海瓜子 张某认为这片海域是他们村的 就不让这群人洗海瓜子 不过对方并没有听劝 看到对方不畏所动 张某就冲过去 对着其中一人拳脚相加 导致对方的两根肋骨被打断 事发后张某赔偿了对方六万多元 虽然赔了不少钱 但事情并没有了结 因为对方伤情已经达到轻伤二级 检察机关认为 张某的行为还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法庭上检察机关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 建议法庭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半年到一年 目前几美法院还在审理这些案件 记者孔香鹏 特别记者陈宝清报道 好的 稍事休息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良好 评价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浓度 除了PM10 PM2.5的浓度是良极之外 其余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那么今天晚上七点 我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2 空气质量为良 需要的污染物为PM10 3月12号也就是本周天 是植树节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在绿色小长石的这个板块 和您分享有关厦门的一些古树名牧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芒果树 其实这个芒果树最早并不属于厦门 但是它却深受厦门市民的喜爱 详细了解一下 虽然厦门人常把道路旁的芒果树 称为本地芒 但实际上 它们的故乡在南阳 几百年前 来下定居的华侨带来了芒果树的种子 从那时起 芒果树就在厦门扎了根 芒果树十分适应厦门的气候环境 如今厦门超过百岁高龄的芒果树 就有107棵 并且都被纳入了古树名牧之列 同安区阳宅村东庭社的一株古芒果树 树林已经有410年了 它是目前厦门最年长的芒果树 芒果树与厦门的缘分还不止这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芒果树就成为了我市的行道树之一 只是当时的种植数量并不多 直到1999年 厦门遭遇14号台风 那些芒果树经受住了狂风骤雨的考验 这才让大家刮目相看 因为芒果树本就是抗风树种 根渣的深树干强韧不易倾倒 之后芒果树在厦门的阵容不断扩大 还曾一度位列厦门行道树之首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呢 明天白天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五十的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首要的污染物是二氧化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哲 明天见